你即便没有便秘 你一年四季都做 他本身对身体才也是好 因为人活一口气 所以我觉得今天孔老师讲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真是头一次听说 而且我觉得也是特别有用 因为过去我们老讲说便秘 我们吃点什么扎性食物什么的 但是有很多顽固性便秘的患者 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去试了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条路上走不通 我们从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去攻破它 没准您就能有的效果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您教的方法 真是应该让大家一会儿都去试一试 去做一做 他是骨科方面的专家 统一几十年 中西医结合他最擅长 如今紧直病成杀手 治疗不当尽可要命 身边带您走访京城民中医 身边正在播出 老人如果一旦上了岁数的话 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 好多老人可能不注意就会有骨折 骨折这个病还真的是快不得 因为我们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得慢慢的治 但是我们就认识了一位骨科方面的专家 他治病就是一个字快 治病快 诊疗快 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快手的骨科专家 他叫徐林 是著名的中医骨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首席专家 是我国第一位显微外科博士 擅长治疗脊柱脊髓疾病和损伤 关节退化性病变 脑瘫 以及神经伤残后遗症 在骨科创伤 骨肿瘤方面也有很深的造影 来找徐大夫看病的人 每天都是络绎不绝 有目明而来的 有别人介绍的 对对对 我就是找一个好点大夫 我这老疼 年纪二疼 一到天冷就疼 一到天冷就疼 对于你的病情 病理说的比较性格 徐大夫看病很快 很准 对待病情 徐大夫都会实话实说 很少拐弯抹角 这样才能有好的心态 才能对病情有帮助 现在来找徐大夫 看颈椎病 腰椎病的人越来越多 刚开始当骨科医生的时候 这颈椎病人是没有这么深刻 这十多年可以说突飞猛进 虽然徐大夫是中医出身 但是他很讲究中西医结合 他告诉我们 早期的颈椎病 可以是采取中医保守质量的方法 而到了中后期 手术是解决病情的好办法 比如说最早期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办法 再另外说做做操 做做活动 也可能使用中医的办法 都可以做 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 就不能随意地进行处理了 每天来找徐大夫看病的人特别多 一下午能看三十多个病人 还时不时地要给病人进行身体检查 虽然挺累的 但是徐大夫还打趣地说 我这样一会儿坐下 一会儿站起来 还不用总盯着一个地方 既不会得颈椎病 也不会得腰椎病 这只是一个玩笑的说法 可见徐大夫对工作的热情和负责 刚才那片子里也讲了 咱们徐林大夫非常擅长治疗